各位會員朋友你們好 現在要分享一個練習跟33334這個grouping的節奏有關 我先簡單的示範一次喔 打起來是這樣子的 它的架構是這樣 是兩個小節的33334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33334的話 可以先看一下我之前關於grouping 特別是33334這個形態的介紹 好 那所以現在就不再複習那些東西了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33334 可以先去看一下 好 那現在前面的這四個3 我要運用的手法是 右左左 以及左右右 第一個小節的 四個3是這樣子的 四次的右左左 然後是paradito的前半部 是右左右右 由於最後一個動作是 呃 是以右右 這兩個動作作為結束 所以等一下 下一個小節 以左手作為開始 會覺得比較順喔 所以就變成左右右開始了 所以這個33334 這一次是從左手開始 然後是左右左左 連接起來是這樣子的 在練習的時候我會建議你先放慢速度 但是你要注意這些聲音之間是不會有間斷的 不會打一打停下來 盡量讓它可以串連起來 但如果你第一次在演奏的時候 對於這整個流程還沒有很順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稍微斷掉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把它打下去 讓你去克服這個中段的感覺 不要中間覺得卡卡的 就一直重來一直重來 一開始的時候先 例如這樣子 再打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坑坑巴巴的也要把它打完 那這個有打完跟沒打完會差很多 當你試著去征服它整個兩個小節的長度 把它打完以後 一次又一次的 你可以去調整你的節拍的速度 稍微慢一點點讓你覺得演奏的可以比較順 讓你來得及去在腦中去準備下一組動作 通常我們打下去會卡卡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來不及思考下一個動作 已經打完眼前的這一組動作 突然忘記下一組動作是什麼 所以想了一下 或來不及想 我們就會覺得卡住了 就乾脆重來 那這不斷的重來 你會發現你會進行太多次的無效練習 不如讓它感覺坑坑巴巴一點 雖然卡卡的 但是你把它完成了 那慢慢的熟練了之後 盡量是提醒自己去 預先想到下一個動作要做的是什麼 然後開始在心裡做好準備 那當然整體的速度稍微降低 是絕對有幫助的 然後把它整個接得起來 我現在示範一次 就是不要太在意它的流暢度 也不要太在意節拍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好 這樣子 那速度很慢 你說慢到我自己搞不好都算錯了 再一次喔 右 左 左 第二組 第三 第四 右 左 右 右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個三 第四個三 那這個流程可以做為 這個接觸 學習這個手法的第一步 請你練習到把整個流程都打到很順了 以後 你再試著 可以把速度稍微的提升一點點 但是不要追求得非常快 因為追求很快的速度 不是在這個階段 需要去操心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先不要打得太快 只要順就可以了 那多快多慢都可以 但是要順 有流暢的感覺 盡量不要讓你的聲音好像在唸稿一樣 一個音接一個音斷開 我說的是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先打完再說 順不順不重要 第二個階段追求的是順 而不是快 你要記住這一點 我們先來試試看 第二個階段 我希望你可以打成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一遍又一遍的連續操作很多次 但我覺得這樣的練習會很有幫助 再來是腳的部分 我希望可以加上 我不知道畫面上能不能聽得到 可能一點點 我腳底下有一個大鼓的練習版 我會加上這個踩踏的動作 那這個踩踏的動作基本上是在 有點像在算拍子 我希望演奏的速度是 每個拍子有四個十六分音符 這樣子的速度 所以 依照我的腳踩拍子 你聽聽看 這個速度應該是 你也可以唱成 1 E N A 2 E N A 3 E N A 4 E N A 1 E N A 2 E N A 3 E N A 4 E N A 像這樣子的感覺 那當我不斷的踩這個拍子 即使在我講話的過程當中 我也不要停下來 盡量去維持腳在踩踏這個拍子 然後你要去記住這個速度 等一下我打的雖然是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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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 N A 4 E N A 但是就要依照剛剛的那個速度來進行 所以打起來是 右 左 左 右 左 左 右 左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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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右 左 右 左右 左 左 搭配剛剛腳踩的這個 我試一次喔 希望你們可以聽到我腳踩的這個聲音 3 4 E N A 在演奏的時候 希望你也可以注意到你的左右手是平均的 希望這個力度可以 希望左手的重音跟右手的重音是差不多的重 輕音也是差不多的輕 然後速度也要穩定 有時候有的你可能會發現 右手的連續兩下 滴抖稍微快一點 有時候是左手稍微快一點點 慢慢去調整 去讓你的左右手聽起來非常的穩定 非常平均 我們再回來這個 腳踩的這個過程你會發現非常的困難 如果你是第一次練習這個節奏的話 就要在腳踩的時候 你的大鼓 我姑且說是大鼓 雖然腳底下這個是模擬大鼓的練習版 我們就說是踩大鼓 你在鼓組上練習的時候 也可以踩hi-hat 幫助你算拍子 所以左腳右腳都可以 沒有這些踏板你踩地板也可以 你要去感受到你的這個踩踏的這個動作 不要被你的右手的或者是左左的重音拉走 因為比方說這樣第一組 是右左左右 然後接下來下一組下一拍就是 再一次喔下一拍是左左右左嘛 左左右左 這個左左的第一個左會跟著右腳一起下去 但是有可能 有很多的情況下有可能會變成 右左左右 會想要在右左左這個右就把右腳踩下去 因為這個情況下就是你的右腳被你的右手帶著走了 會想要跟著右手的重音一起下去喔 那這有點像是在練習四肢獨立 你要讓你的右腳的操作跟你的手部的操作是脫離出來的 我這邊說右腳事實上也可以是左腳 所以說這個練習也蠻不容易的 那有兩個方式兩個方向你要去練習就是 腳在同時踩的時候 借著腳踩但是手先不真的打 你去念出你要手要打的順序 像我剛剛示範的 右左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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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光是這樣念搭配腳就有一點困難了 這件事情如果你先做到了你可以同時踩 然後並且念的正確腳也沒有被你所念的這些打擊順序所混淆 你的拍子也是踩得準的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再挑戰看看用手來操作 你可以把它這個小節分成兩半 先第一個小節右手開始的 我們說右手起 右手起的這個部分先跟你的右腳對順了以後 左手起的部分再跟你的右腳也對順 會是這樣子 左右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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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把它練習的順一點讓你的腳不要被拉走 然後再試著用手去實際上操作 可以的時候再試著把前後兩個小節把它接在一起 這樣練習就比較完整 你可以練到開始挑戰讓你的腳的伸步跟你手的伸步去脫鉤 讓他們不要互相牽絆在一起 另外一個練習方法是這樣子的 你直接操作你的手但是你的右腳就不踩 但是你心裡面要念拍子喔 但是手不能打錯來囉蠻不容易的 來 這兩種練習有一點像是一開始是以腳為主顧好你的腳 然後你的心裡面你的腦裡面去負責手的部分 剛剛是反過來變成心裡面去負責腳的算拍子的部分 然後你的手就去執行原本的33334 這個練習會非常的有趣 一方面可以建立你的四肢獨立的這個模式 當然四肢獨立的挑戰的機制非常多 那我們會慢慢的有機會就會一一的做介紹 那這個訓練他一方面可以讓你的手腳稍微分離 另外一方面去訓練你的彈跳的速度控制 因為有的人彈跳速度會過快 有的人會過慢 我們盡量去練習控制他 再來是去練習你的左右手的聲音力道 各方面可以盡量表現得比較平均一點 當然在爵士鼓組上面演奏的時候 你的可以訓練到的就更多 因為像在嗨嗨上的彈性 小鼓的彈性 TOM-TOM的彈性都不一樣 你的鼓棒控制就需要更加的純熟 有機會我們在鼓組上面會做示範 那在這邊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要有一些耐性 慢慢來一步一步的把它練順 然後才是對節拍器 請不要誤會 有人會以為我對節拍器覺得是抱著一個反對的立場 其實不是 節拍器是一個超好的工具 是我們的好朋友 但是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如果你用對方法的話 它的效果會非常的棒 現在我把節拍器先設定速度是72 我希望你可以聽得到這個速度 我會先聽一段時間 然後想像這個速度的四連音大概多快 D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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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g 但我覺得在可容許的範圍內你先這樣練習 畢竟我們先把我們想要練習的主軸先建立起來 然後建立起來手跟腳可以同時同步運作了以後 這時候再來對節拍器會比較好 因為節拍器非常的準 如果你在一開始就對節拍器的話 節拍器會無時不刻的告訴你這裡又錯人 那裡差了一點點那裡不對 其實你的練習會很痛苦 你會覺得不斷的被節拍器干擾 會覺得自己打的超級爛 你不如先把這個手腳的模式先建立起來了以後 再由節拍器來告訴你應該打多快 然後你試著去執行出這樣的動作 但是即使是這樣我也不建議你在 一開始就節拍器開著然後就照著這樣打 我會建議你去記憶速度去控制速度 剛剛我說的節拍器的速度大約定在72 一拍是72的BPM 那你還記得有多快嗎 那我來猜一下大概是 1 2 3 4 聽聽看 好像沒有差太多 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練習我覺得很有趣 幫助你去適應 真正記住一個速度大約會多快 差一點點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我們剛剛我們現在再一次喔 來試試看示範怎麼樣做這個練習 72的速度想像它的四連音 D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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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像一下你要延奏的順序 餘hhhhhh再一次3...4... 右左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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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右右左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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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左左左 1 2 3 我把它關掉囉 2 3 4 來一 大致上是這樣我剛剛稍微的飄了一下 然後我也覺得我好像有一點越打越慢 這時候再來聽一下節拍器 好像有一點越打越慢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一開始你可能會發現聽了節拍器之後關掉節拍器 打一打發現速度跑了很多 沒關係你再回來再聽一下節拍器 再去重新練習 一次又一次的它會幫助你去訓練去記住某個特定的速度 那這個過程它的當然這個訓練其實是包含了很多的伏筆 很多的多重的目的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訓練其實是希望可以同時匯聚很多的能力養成在一起 慢慢有一天你會發現這些能力會在特定的一個時間同時一起背棋 那會讓你的整個演奏有大躍進的感覺 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比較深刻的能力就是比較厚實的能力需要慢慢的培養 所以不要太急這個進展是稍微慢一點點但是它造就的能力是非常影響非常長遠的 一開始的這個速度的變化你可能會覺得落差很大 慢慢的你可以慢慢縮小這個落差可以控制的越來越穩 甚至你自己都覺得聽起來好像真的都差不多了 欸真的是這樣嗎那可不一定 這時候我們再把節拍器打開來跟著節拍器練習 這時候才是對著節拍器練習的時候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狀態然後當你可以真正的掌握好一個速度了之後再去定義下一個速度 也許剛剛72你在不要慢慢的調調到7476不要這樣練我會建議你72練的差不多了以後 直接跳一節你可以跳到86或者是甚至92之類的就是跳多一點點 當然在你的肢體操控的能力範圍之內 你也會大概知道 此時此刻你的能力範圍大概到最慢最快 大概在哪裡 那有時候不要一昧的只有往快速的方向去練習 比方說你練到 九十幾練到113 突然就再跳到七十幾 然後再跳回六十幾 說不定 你會發現 從快速一下子跳到慢速也蠻難的 所以 要練習掌握各種控制速度的能力 有些鼓手在練習的時候 會 只往快的方向訓練 事實上那個是一個 比較 偏的一個 一個練法 你要能夠很廣泛的 快的速度要能夠掌控 慢的速度也要能夠掌控 大致上會是這樣子的方向 今天的介紹先到這邊 然後我也會在分享其他的在 鼓組上面的訓練 以及這個手法的應用 打起來會是什麼感覺 到時候再分享給各位